今天雨姐又带大家课堂了 3月19日 赵露丝粉丝透露其取消活动的原因 是家中长辈离世才无法出席 此前 有不少传闻赵露丝不露面 是因为不想和吴磊碰面 因之前的国粹传闻 及CP粉不断壮大 避免现场尴尬避嫌才缺席不去 慢慢的又有传闻赵露丝是耍大牌 有说是礼服没有达到咽压群 也有传言因不满主办方给的待遇才缺席 所以评论区里全是攻击与谩骂 即使已经辟谣是家中长辈离世 才缺席活动 评论区依旧充满了恶意 充满了讽刺调笑之意 有的甚至直接带上赵露丝 已经离世的爷爷 仿佛赵露丝做了什么 实恶不赦的事情 明星平常娱乐八卦一下是没什么 但现在已经明确说 是因家中长辈离世才缺席活动 却仍旧用不好的语言抨击 是真的有些过分了 同时还有余计发文 吴磊似乎也在用言语 鼓励赵露丝要坚强 这一对真的太好磕了 自从心汉灿烂大结局之后 粉丝就沉浸在无路可逃的CP中 无法自拔 希望吴磊和赵露丝的在剧中的感情 能延续到生活中来 而这两个人似乎也很懂粉丝的需求 经常做一些让人误会的事情 就在粉丝暗自高兴 吴磊和赵露丝可能会成真的时候 却有狗仔出来打破了粉丝的美梦 这位狗仔爆料称 赵露丝母亲确实有男朋友 但并不是吴磊 无路可逃这个CP是假的 据狗仔所说 赵露丝是一个很容易因戏生情的人 两年前曾跟一个男演员一起拍戏 两个人就在一起过了 只是拍摄结束之后 两个人的感情也随着结束 根据狗仔给出的这些线索 大家猜测这位前男友可能是杨杨 两个人合作过且是天下 还被扒出过同款 虽然赵露丝跟上一位粉丝了 但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 现在的男朋友是一位顶流 颜值非常高 两个人是因戏生情 目前正在合作拍戏 这位狗仔保证 戏拍完之后 大家就能磕到真的 CP了 除此之外 狗仔还表示 吴磊虽然现在流量很大 也算是顶流 但赵露丝的现任男友 比吴磊名气更大 是那种一提名字 大家都认识的程度 不过狗仔并没有说出 这位顶流的名字 只是说等剧播出的时候 粉丝就知道了 不得不说 这位狗仔真的很会 拿捏粉丝心里 爆料到这种程度了 就是不说出人名 让粉丝抓心脑废的 就是菜不透 哪怕有怀疑的对象 也没办法确定 到底是真是假 真希望赵露丝的代播剧 能早日播出 这样就能知道 他男友到底是谁了 不过 还是有一些粉丝不相信 还是觉得吴磊和赵露丝 是真的 结果狗仔却说 吴磊和赵露丝是不可能的 因为吴磊和向寒芝的可能性更大 之前吴磊和向寒芝就合作过 当时两个人就一直暧昧 好像是男方一直在追女友 至于搭没搭应 就不得而知了 说实话 这位爆料者虽然说了 吴磊和赵露丝的绯闻 但是你仔细品一品会发现 他似乎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说 感觉就是说了一堆废话 噱头是够了 可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作为吃瓜群众 还是要谨慎吃瓜 赵露丝出道以后 从未传过任何绯闻 在感情上是很简单的 只是早年间他没出道以前 自己在微博上爆出一组照片 适合一位男子 据悉赵露丝还不满18岁的时候 就和这个男人同居在一起 在他大火以后 两人就一拍两散了 吴磊今年凭着古装剧心汉灿烂 人气暴涨 不过人红是非也多 吴磊爆红后就与女星向寒之传出恋情 之前两人曾合作过启航 当风启时 不过不是演CP 两人的恋爱传言 已经上了好几次热搜了 期间有网友扒出吴磊直播时 曝光的微信置顶好友 疑似是向寒之 再来就是有名网红爆料 另一位男星王安宇的聊天记录 对话中提到吴磊和向寒之 是男女朋友关系 恋爱绯闻一传再传 吴磊方面一直是冷处理 后来吴磊在微博将感情状态改成单身 眼看绯闻好不容易终于要平息 向寒之却又跳出来在微博发长文 分享自己的感情观 当你在这个年纪 遇到自己所爱之人 却不能爱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粉丝的压迫 艺术与现实该如何妥协 我好想要跟你手拉手走在马路上 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如果要再贪婪一点 我希望我能够穿着婚纱 你能够穿着西装 然后互相交换戒指 网友认为向寒之这段话一有所指 是在逼吴磊承认恋情 但后来向寒之被问到与吴磊的恋情 却又直白地说 没跟吴磊在一起 你们真是唇有病 算是正面否认了恋情 这段绯闻终于画上了句号 粉丝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向寒之的路人员 也跌到了谷底 大家真的看不懂他的操作 先前向寒之和赵露丝 用同一个招牌手势拍照 就被质疑是在蹭赵露丝热度 这次他先发了一大串 意犹所指的话 网友当然容易对号入座 后来是要澄清绯闻 却还骂大家有病 也让不少网友觉得向寒之素质堪忧 早在2021年 就有网友在知乎匿名爆料 说吴磊的女朋友可能是向寒之 还有人说认识向寒之的小姨 小姨也认证了这段恋情 而且还是关小彤介绍的 向寒之的父母 在INS上关注了吴磊 出了绯闻之后就马上取关了 还转位了私密账号 怎么看都有点预盖弥彰纳威尔了 后来陆续被网友们扒出一些铜款 铜款手机壳 铜款卫衣 恕我直言 这些铜款也太基础款了吧 就很容易撞啊 最让人迷惑的是这个头像 吴磊在直播活动中 不小心展示了微信界面 微信有一个置顶的聊天对话框 虽然画面模糊到不能再模糊了 但是还是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些轮廓 当代网友活体显微镜实锤加一 发现这张照片 和向寒之的某张雪地写真照高度一似 而且他真的很爱这张照片 所有的社交平台都用这张照片做过头像 微博头像 抖音的头像 小红书头像 INS头像 都是这张照片 无脸 有网友通过合并涂层的方法 进行了验证 好像也能对上 但是也有网友说 这个照片轮廓 也很像吴磊的小狗小北 更离谱说的是 在网友爆料王安宇的博文里面 爆料人的好朋友也顺带提到了一嘴 左边是吴磊的女朋友 爆料人还点赞了向寒之 是吴磊女朋友的言论 难怪圈少说发微博说 这是娱乐圈 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线抽一个娱乐圈 知情人告诉我真相 还劝说网友别客 无路可逃了 关于澄清方面 当事人也没有现身说法 倒是身边的朋友 和粉丝澄清的起见 吴磊这边派出了 后援会旗下的反黑 站出来澄清 就两字而 离谱 众所周知 粉丝的辟谣 在内娱 实在是没啥说服力 无脸 像含之这边呢 先是好友隐晦的表明 他现在的头像是只猫咪 然后发长作文为向寒之说话 本人不回应 闺蜜倒是很着急 我都单总结一下 向寒之拍戏很努力 和多名男演员炒CP 假的公司不营销 完美中总是带着一些瑕疵 比如 没有直接了当的否认 和无垒的恋爱关系 还把向寒之的年龄说错了 明明百度上说是2002年出生 好朋友直接盖章2016年16岁 导致好朋友又多了一项改年龄的罪名 向寒之原本并不富裕的路人员 雪上加霜 局真诚建议各位艺人的朋友们 替艺人澄清之前 最好反复检查文案 不然很容易成为导游行为啊 虽然后来在评论里澄清 但是网友还是不买账啊 所以 他俩到底谈没谈 谁能想到 网友们给无垒拉过这么多女朋友 最真的竟然是名不见经传 相比赵露斯 蒋依依 张子峰的向寒之 最后 不管赵露斯和吴磊是不是真的 或者他们是不是各自恋爱 在娱乐圈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找对象了 希望他们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吧